大家好,Eddie我今天又來了 剛剛一開始的第一幕是什麼? 是不是飛機? 我現在目前人在位於這個台北市松山機場的附近 的一個很比較私密的一個停車場 那今天很幸運的我們可以來拍一台車 這台車呢很特別 我今天本來是想說做一個相對性的競品的比較 但很可惜今天我沒有把另外一台車子開過來 不過今天的主角呢除了車子以外 我還要請了我一個好朋友來幫大家介紹這台車 因為為什麼我需要這個好朋友呢? 很多網友在那個留言上面去講說 就是Eddie在介紹車子的時候 很多的一些專業的細項 那個我講的可能沒那麼清楚 因為畢竟我沒有受過這麼專業的訓練過 所以呢,我這個朋友很資深 口條很好,能力也不錯 然後重點是對車子很懂 對車子的配備很懂 他可以講得非常的仔細 幫大家做一些專業的呈現 話不多說 等一下再介紹我的朋友 因為他在旁邊stand by 可是呢 我先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身後的這一台 C200 大家會不會想到說 很多C... 因為每歸車 都是C300起跳嘛 那C200這個型號比較普遍是 像我自己有一台2016年W205的C200 那那台是總代理的 這一台呢 也是一樣W205 然後它是日規的水貨車 來帶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觀 哇嗼...這一台 W205 2015年出廠的 這台有選配了 AMG的外觀,刀件 我先從前面開始看好了 她連鎮堅啊 都是AMG的 哇...這個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人在車礦的維持上面是很好的 我很常看到一些像是美規的車子 它的banking這邊其實都會有切胸 而且都是蠻大的切胸 那如果以車礦來講的話 日規車確實在車礦在維繫是比較有一定的水準的喔 好,我們隆重歡迎 大家好,我是Eddie的朋友Fanny Fanny 對,我再稍微幫我們的Eddie簡單的介紹一下 等一下,你太快了啦 說的是我們太快進入正題了 我們要先來認識一下這位朋友 為什麼我今天會請他來 而不是通常應該是男生來講車子的專業 可是今天為什麼我會請Fanny來幫我們做這台車的介紹呢 我可以方便介紹你,在之前的行業 之前的行業就是在中華賓市待過一小段時間 對,那我們的專業姿勢稍微多一點點 也不敢說是多厲害這樣子 對對對,就是幫我的好朋友 代表一下 感恩,所以今天這台車賓市上面的配備 問你就沒錯了嗎 也可以,我盡量幫你 好,所以今天大家有看到我請一個真的是很專業的 對賓市有一定程度,相當程度的認知 來幫大家去做一個介紹 有問題的呢,可以在我們留言下方跟我們留言 還有一個重點是,今天這台車是要賣的喔 如果說有喜歡日規車的外匯車的 ADI最近有接觸到進口日規的外匯車 有相關的需求或喜歡的朋友都可以來問我們 那問車員可以問我 那車子相關的問題呢 我們也可以請Fanny來幫我們去做一個解答解釋 在C200這一台的日規車裡面 其實它的配備是相當的齊全 那怎麼說呢 我們首先看一下它的頭燈 頭燈的話是智慧型頭燈 喔智慧型的頭燈 對,那裡面還有包含就是一般我們在行進間 它有包含的自動轉向 相間模式 高速公路模式 一般模式 那這個其實就是在智慧型頭燈 在我們一般C200的話是必須得選配 選配的部分 那你再看一下下面這邊下巴氣的部分 下巴氣 對,下巴氣 基本上這台車呢 外觀上是有搭配AMG的外觀 AMG的look套件 那內裝我剛才也看過 也有AMG的內裝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外觀是差在哪 下面的下巴氣以外 是 還有呢 前面的賓士Mark吧 前面的賓士Mark 主要它是搭載我們所謂的23P 跟車系統 車道維持 盲點偵測 那在我們前面的6顆雷達 它都有搭配的所謂的長距測驗 跟短距的距離 去做回隊 所以從遠到近它都有去做一個偵測就對了 對,在2016年其實有搭配23P的車輛 其實是相當的厲害啦 那因為在原廠裡面這些都必須得選配 甚至是有的是沒有搭載 請問如果是原廠選配的話大概要多少錢啊 那個時候大概會落在八九萬之間 哇,選配一個自動跟車23P就要八九萬 對 了解,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也可以看看我們的這邊 喔,那個方向 那個是幹嘛用的 那不就是玻璃嗎 喔不是,它主要就是針對移動的行人 移動的車輛可以做一些回饋 甚至是行人在行進間 它會做自動減速 甚至是煞停的部分 喔OK,就是所謂的自動駕駛的部分嘛 對 好勒 那外觀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小家AMG的LOOK套件 那它就會有一個AMG的這個 輪圈樣式 OK,好喔 然後側邊也會有所謂的襯裙 襯裙 喔,襯裙 對 豬肉線條更明顯 欸,我有發現耶 它的玻璃為什麼一個透明的一個是黑的啊 在日規車他們大部分的車子的設定 就是後座它會用暗色的玻璃去做一個處理 深色的玻璃 深色玻璃 對,但是它不是夜色套件喔 夜色套件就是另外一個版本 那就是由台灣人在選配的時候去做一個 挑選自己個人的客製化 喔,所以很多的日規車 都是後面會去做一個深色玻璃的處理 然後前面這邊是透明的 對 所以我們買外匯車的時候 欸,我們可能自己就是加裝前檔的格勒紙這樣就好了 對 那如果是像美規車的話 或者是它這邊的連四條都會變成黑色 就是我們所謂的夜色套件 噢 懂 那輪圈的部分這邊都會搭 就是加黑 好 也是跟夜色套件綁在一起 我剛剛有看到這邊欸 它這個是盲點偵測嗎 是,這個是盲點偵測 那在這台車也有一個所謂的 免持鑰匙開關車門 喔,就是所謂的摸門解鎖了 這邊 沒錯 這邊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其實不一樣啦 在後面這邊 下巴器這裡它會多一個進氣孔 喔 這邊一樣也會多一些肌肉線條 因為這是AMG的外觀嘛 對吧 是,沒有錯 那在2016版本裡面啊 在CE80它這邊不會有所謂的排氣管 都是做隱藏式的 喔 不會外露 對 那其實這個也是假的 但是它就是做出一個造型出來 OK 懂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後型椅箱有多大好不好 好啊 其實 後型椅箱就是後型椅箱了 我沒什麼好評比的 不過呢 C200的後型椅箱 跟我的後型椅箱不太一樣耶 它是哪裡有不同嗎 在這裡 這裡 欸 這個,我的車子是沒有的耶 這是要做什麼用的啊 在台灣的版本的話 就是 原廠認證車的話 是沒有這個功能 但是在日規車它有多這個功能 就是 撥它一下之後 後座可傾倒 喔 它這邊就可以直接往裡面去傾倒就對了 對 那整個空間就會變很大啦 對 我撥給你看 看您直接在這邊 好啊 帶大家看一下 它剛剛已經有幫我們去做一個 開啟的動作了 喔 就六四傾倒的概念喔 對 是的 那這樣子延伸就會從屁 裝東西就會從屁股一直到 副駕駛坐那邊的 這樣空間確實 比較有一些伸縮性喔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日規的車子 很漂亮耶 它裡面是很乾淨的 通常 他們在去做一個使用裝載東西的時候 正常來說啦 這邊應該都會有一些 切胸或者是 我們常在講的刮傷等等的 但是我發覺日規的車子是蠻漂亮的喔 來看一下這個漆面 其實用手摸就知道 它是蠻平順蠻平滑的 日本人真的在用車上面是 很丁精的喔 好 我們來上車 因為外面還有飛機正在起飛的同時 哇 這個我們來看看這個隔壁好不好啦 喔 C200 以我身高一個拳頭 兩個拳頭 飛機多高 158 158 那我先看你頭部好了 好 同步空間有幾個 一個 一個半 一個半 哈哈 就是我們身高不夠的意思啊 所以我們有一個半 那所以大概175公分來乘坐都還算是舒適的喔 是 你會坐得很挺嗎 我覺得你坐得背部很挺的感覺耶 對啊 還可以 還可以 它的乘坐起來的感覺耶 一般來講它的跟三系列相較之下 它的椅面會比較稍微小一點 椅面 就是椅子乘坐的面 但是它在坐椅背的傾度 就是會比較稍微偏挺一點 就是坐起來會比較挺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是短期做舒適還是長期在做的 就是長途距離在做的會比較舒適呢 其實短期會比較舒適 喔 短途 對 懂 所以畢竟因為它還是有一點支撐性的嘛 對 那它的泡棉感覺咧 泡棉的話其實它在這邊都還是會有做一點 就是支撐你腰部的一個 可以讓你腰部舒緩一點 不會讓你整個就是頂下去 喔不會比較軟 一坐下去就沉進去了 對 懂 那其實如果太軟坐太久也不是很舒服 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呵呵呵 好 這邊一樣也是可以做大概兩個半拳頭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你最輕鬆的姿勢是什麼 最輕鬆的姿勢大概就是這樣 喔那就OK 所以這邊其實還蠻有距離的喔 對 喔五指 有有有有可以 然後後座呢有冷氣出風口可以去做一個開關 但是它後座沒有USB對不對 沒有USB 但是後面的話在2020年之後出來的車子 它都是會有Type-C去做一個回饋 OK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駕駛座前座前面好了 哇賓室的工藝真的是 你看日本的 喔我先來看一下它在摸門的這個上面 通常啦我看很多美規的車子在摸門上面可能會有帶戒指 又會有很多的刮傷 可是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很細微很細微的使用痕跡 還有座椅的功能 然後這個是開後行李箱的 然後它的記憶座椅這邊有腰靠 好腰靠的選擇 因為外面聲音太大了 直接帶大家看完重點我們就上車 然後這台車呢因為是從日本進來的嘛 所以這邊都會有 這邊的音注意未注意事項都是日文字 好然後再來這個位置 它這邊有選到2021年4月2號 當時的使用里程就是來給我們的使用里程的時候 這台車是46,300公里 然後這台車Mercedes-Benz 這邊的名牌大家都看出來 有來一點點的小傷痕 都來接受 然後這邊有它的車身碼 我用遮住的方式 都是日文的 好直接上車來看一下 這邊有三顆箭 好我們現在請Fanny來幫我介紹一下 這台車的三件是什麼啊 這個三個箭呢 其實我們在每一次的發動引擎 它是屬於安全配備 所以它都會是開啟的 當開啟的時候 這一個呢 表示我們要在定速開啟的時候 可以做跟車的動作 那這一個呢 是指車道維持的部分 那這一顆比較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它就是針對我們的前面六顆雷達 跟後面六顆雷達的關閉跟開啟 那在有些人呢 開車喜歡開SPORT模式 喜歡開快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車道維持 或是跟車系統 這個就是自動把它關掉 OK 懂 所以這邊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就是指大燈 那其實我們會建議 我們在台灣其實就放AUTO就可以了 因為這兩個雖然是停車輔助燈 但是基本上在台灣是用不太到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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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エディ現在坐在副駕的位置 我剛有發覺一件事情 這台車主駕駛是電動機器座椅 但是副駕這邊是手動的 燃料少了 大家有沒有聽到英文 這台車是日本人喔 等一下再打開講 所以它這邊是沒有記憶座椅的 它是手動的部分 但是同樣有加熱座椅的功能 好 我們現在車子是溫火的狀態 我們請菲林來幫我們發動一下好了 好 欸 它為什麼是用手轉的 因為在2016年的話 就是在Push Start的部分必須要選配 那在這台車它就是沒有搭配 它就是比較原始一點 我們就插手絲進去轉動即刻 OK 可是它有一個好處是說 它可以有摸門解鎖的功能 但是這一個 這個有辦法改嗎 其實這個的話 在台灣可能要再詢問一下 改的人其實也不多 因為有些人 我有聽過就是說 用Push Start 它反而會忘記熄火 拿鎖匙去啟動跟關閉的時候 比較有感覺 那我覺得這是看個人的主觀想法 想問一下 因為真的 系200真的蠻多的 而且很多總代理 這台車 跟我那台它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嗎 其實像我們剛才有說到 外觀有AMG套件 內裝也是一樣 譬如說像方向盤 它就變成平口的 那腳踏板呢 它就會有金屬鍍鉻的腳踏板 您可以看一下 黑色橙木飾板 當初在選配的這個部分 大概是4萬到6萬之間 這一塊就要4到6萬 因為搭配門邊的飾板 兩個一起做搭配的話 單價就會比較高一點 當後來慢慢出的車之後 它就是變成標配標配 當然相對的車價也會跟著上漲 那在細節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部分 它是有做一個真皮去做包覆 這邊都有做一些車縫線 車縫線 那日規車基本上有很多進來 座椅都是搭配真皮座椅 所以在它的細膩度來講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非常的細 那甚至有這些車縫線 看起來質感質地會再拉高 然後我發現就是每個的細微 它真的沒有很大的使用痕跡 可見日本人在用車上面 真的是相對的比較愛車 我覺得日規車 以我看這麼多日規車 跟美規車的狀態來說的話 日本的進口車真的是 外匯車真的是包含得還不錯 可是我剛剛就有發覺一個問題 我很常看到的這個外匯車子 他們都已經剛好安卓機了 而且都已經中文化了 可是這台車怎麼都還是日文 我怎麼看得懂 我又不是學日文的怎麼辦 請教一下大神 其實也不用擔心啦 因為其實竟然會有外匯商 進口這些車輛 其實他們都有做一些 就是後端的處理 將這個日文到時候會改成 中文的方式去做呈現 讓這個消費者去做使用 OK 所以現在都還 它不能夠觸控 不能夠觸控 可是在2016年前的時候 它這個面板 大致上都會落在 所謂的7吋的 這個比我的還大耶 沒錯 比你的還大 WOW 比我那台C200 總代理的螢幕還要大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 欸它有手寫板耶 其實手寫板的部分啊 就是在我們觸控 一樣可以做一個滑動的顯示 你可以往下 然後也可以左邊右邊 都可以去做一個呈現 那基本上其實會用到手寫板 大部分就是寫地址 跟電話的時候去用 不然平常的時間 我們是不太會去用到這一塊手寫板 那當然有些消費者會說 那這個給我拿來開車的時候 拿來愧愁 拿來放手 我看這姿勢好像還不錯 這樣開車比較輕鬆 就像我們的滑鼠店一樣啦 對可以這麼說 好 這個好像真的蠻方便的 等我長大也要一個 然後在這邊 通常除了那邊的按鍵以外 這上面還有玄機對不對 請問這個圖案是什麼意思 這個的話就是 車身可調升高 7R4懸吊 7R4懸吊 一般來講 7R4不會有這個東西啊 這個是另外額外去做選配的 如果在原廠裡面去做選配的話 大概會落在10萬塊左右 哇 在你Sport模式的情況之下 把它開起來的時候 啟動起來 開起來會再舒服一點 就不會一直彈來彈去那樣子 我今天都沒有用什麼 所謂的什麼專業術語 去講這些東西 我就盡量把那些 千萬不要 我聽不懂 好 所以這個東西選配就要十幾萬 對 好 但早期的時候 尤其是在2016年那個時候 對那現在其實有一些 車種它是作為是標配 有一些是要再選配 就是看您的需求是落在哪裡 欸這邊還有一個 我那台賓士上面沒有的 遲應時鐘 好 請問一下這台車現在開幾公里啦 這台車的話 現在開我們來看一下 42,244 OK 那這台車一樣也可以做一些 行車上的一個模式做切換 比如說我們有 經濟省油模式 舒適模式 Sport模式 Sport Plus 那個人的喜好模式調整 OK好 沒關係 這邊後面都會去改成中文化 其實這台車子 除了我們目前比較看到不便的就是 都還是日文的介面以外 但是這台車後面 車商會去做一個 改成Apple Cabaret 以及是中文化的模式 讓方便大家這個 去做一個使用 不然都看不懂 其實買了這台車 我只有Mark而已 這樣子不是很可惜嗎 然後我覺得 最主要車子介紹到這邊 大家也看過很多 我想要主要介紹這台外衛車 就想要問一下說 Fanny如果說同樣的車 2015年 那當時在整台車 新車選配起來的話 這些東西 大概會落在多少的數字啊 這些東西大概會落在多少數字 剛剛稍微看一看 AEG的內外觀套件 然後還有所謂的 23P 黑色橙幕式版 對 那座椅可加熱 這樣子算起來 可能五六十萬跑不掉喔 哇 這台新車價當時也應該接近200 接近絕對 超過 250 那這台車目前 如果這樣子算下來的話 我應該不用 150萬吧 150不用 可以再更低一點嗎 如果假設這台車的價格的話 可以 好 其實我們 我問他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為什麼我們不是賣 賣車子的人 我們最主要還是 介紹這台車子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後面對日規的車子想要 當時可能我要接近兩三百萬 現在可能一半不到的價格 來 或者是一半多一些些 我們要來買一台 進口的外匯車 我要選日規還是美規 它裡面的差異是什麼 其實 後面再為大家去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不過今天這台車呢 因為車主它是要賣的 它在台灣還沒有領牌 所以利率的話應該是可以 這個使用新車利率比較低 那大家後續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再幫大家介紹其他的車子 還有重點是 我們的這個朋友呢 他目前大概有二三十台的 這個限車 進口車沒有領牌的 在台灣載庫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 我接下來幫大家做一個企劃 多去介紹這些日規的外匯車 跟美規的到底在哪裡 其實像YouTuber很多老蕭的節目 或者是很多網紅都已經介紹過了 那Eddie可能會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去呈現給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喜歡這種車子 有在找日規的外匯車的朋友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專業的部分 我會再請菲妮來幫我們 跟大家去做一個解說 那如果要車子 然後要租賓的 都可以在那個影片那邊留言 去看到我的Line ID 然後或者也可以問賽恩哥 對今天 因為希爾買這台車 嗯 操作也操作過了 我想應該差不多 只要在沒有改晶片之下 的情況之下 操作起來的乘坐的舒適感 是差不多的 所以 這台車 做一個重點 如果有想要買的話呢 再來跟我聯繫 今天這一集 我們先介紹在這邊 可以嗎 OK 好 那就先這樣了 See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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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